平川书润静天天聊魔兽 大家好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 灵瓜瓜的非主流对抗 本场对抗他遇见了一名韩国玩家 我们看看双方又发生了怎样精彩的故事 首先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出生点 为地图选择的是TH潮汐猎人 出生在地图左上角是蓝色的兽足 IDFO也就是灵瓜瓜 好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下角 看这个ID应该是一名韩国玩家 好我们看看兽足内战双方的一个英雄选择 这边红色兽足选择的是先知的一个手法 先知放下了战争魔法 后面的话大概率还是出猎头 哇 开局他拉了两个小苦功出去 诶这名韩国玩家好像有点套路 那我们看一下灵瓜瓜的话是选择牛头人球掌 也就是说他要闹牛了 好这一集的话对手在这里偷偷的就挖树 哦 他是准备好这个矿偷偷抢了吗 诶这个套路有点东西啊 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双方的一个博弈了 韩国玩家家里的话口子堵住 诶照你手法健身的话 你就不能进来杀我的农民 是吧 一个防守建筑学 好 灵瓜瓜的话手法的是牛头 商店造的比较的慢 那先把这些点给练了再说 来先练啊 练完之后买一组药膏 这一边是拉了两个小苦功偷偷挖树 诶应该是有点东西啊 看看是什么套路 好 灵瓜瓜开局 我们看一下会整到一个什么好的道具 显知呢 也没有着急过来抓而是选择自去发育啊打了一个智力加三 那灵瓜瓜这边看看是不是搞个什么指环 好 指环加四 这边一路练 诶 他是想用这个套路练这个九级石头人吗 那九级石头人这边也太远了呀 不太可能吧 好 继续练 那灵瓜瓜也继续练啊 开局的话双方有小小动作 然后呢 闷头练级 牛头 要高一买 要高一贴 贼舒服 科技的话 二本升级当中 这边的话 嘿 先造塔啊 再升本 好 先知的话 属于打保留 先把钓宝的野怪给清理掉 拿好装备 马上换个地方再打 这边的话 挖树挖的有点生乱 诶 他是提前在这里造塔防止对手偷框吗 哇 这个防的也太早了吧 好 我们看一下灵瓜瓜 这一边的话 智力加三 智患加四 牛头呢 也是终于到了二级 先知也是二级 双方的话 英雄等级差不多 但是先知没有喊帮手 你这边是喊了帮手的哦 好 这边有什么练技技巧不 诶 也没有啊 正常练 小狗狗提早过来挖树 嗯 没看到 他这个挖树是为了干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这边牛头 嗯 不错 原来这里也可以勾闪电盾 牛头练技最喜欢就是勾闪电盾了 诶 不要烫死了 走开 后面的话大击补一下伤害 骷髅也不要把这个烫死 好 自己补一个伤害 可以 牛头练完这个点的话 离三级是越来越近了啊 三级之后牛头就可以发起进攻 好 练完这个点 牛头现在458点经验值 差个42 马上到3 这边的话 先知一个人把这个点练完 哇 不得不说啊 他这个先知练机还是有点东西的啊 练机效率非常的高 来个小狗狗还在这里偷偷的挖树 这边牛头 马上到三级了 三级之后 看看要不要去对手家里 搞一波 先知继续 马上也要快到三级了 哇 这先知练机的套路 大家可以看一看 感觉很科学啊 牛头到三 先知马上也到三级 好 尽管一闪三级 哇 智力加六 再加上一个加五的弓抓 这先知的道具还不错 那牛头呢 牛头这里练起来的话 有帮手 但是并没有领先先知很多经验值 好嘞 两头狼去灵瓜瓜家里 弄一弄 这边的话 哇 三根塔 然后呢 升好了尖刺 就是防止对手出狼起来拆架 受阻典型的猥琐流 龟梭梭流啊 可以 这边的话是防止别人偷矿 然后家里的话 铜墙铁壁 哇哟 好 遇见猥琐流 我们看一下灵瓜瓜会怎么玩 二级狼 过来灵瓜瓜家里骚扰 先知 继续练 这边的话 插了个眼镜啊 灵瓜瓜走过路过 插了个眼镜 一看 嗯 对手是一个猥琐流 但是 牛头这个英雄 刚好啊 他就不怕猥琐流 因为牛头一到五级 什么塔 都是浮云啊 三级冲击波面前 塔都是浮云 好 这个先知的话 依然还在浪 一看 哎 你家里放二本建筑吧 过来拆一下 好 为了防止对手的二级狼 来骚扰 林瓜瓜想在家里布局一下塔 但是布局慢了 哎呦 这个先知 杀弄没杀的有点快哦 好 捕了一个兵营 哎 林瓜瓜他是要出投石车了吗 好 牛头这个脸 哎呦 练起来有点费劲 要不要直接把大雪给吃了 有点威脅 好 牛头现在的话 经验值 好 还是大雪吃点啊 稳妥一点 四级牛头 先知的话是三级了 到三级之后 他没怎么练啊 主要是防止 主要是来打骚扰 好 小虎公还在这里挖了树 挖了一圈树啊 先知呢 继续骚扰 现在林瓜瓜的话 家里被骚扰的有点够呛 不过林瓜瓜这个战术的话 家里被骚扰问题不大 主要是牛头能到五级就行 牛头现在是四级也好 对手二英雄选择的是剑胜 你还别说啊 对手的话 玩的套路还是有点多的啊 开局两个小虎公 再加上这个先知的练剧路线 也非常的科学 好 剑胜过来了 那对手是想剑胜加先知 让林瓜瓜家里踩不了钱 牛头 练完这个点四点三级 那还是没有到五级 怎么办 小虎公还是想踩钱的 先知表示不让 剑胜 这个剑胜的话 我去买道具了 林瓜瓜回家 要不要守一守 先知的话有单传 很稳 来 你走 你来 我就单传走了 好 林瓜瓜赶紧恢复一下生产 哎呀 家里的小口网 被对手的骚扰的很难受 好 对手家里的话 又补了一根塔 四根塔 这边 陈房再一身啊 水泥 倒刺他 非常的硬 然后出飞龙 果然 猥琐流啊 出飞龙 现在呢就是把你家弄得踩不了钱 然后出飞龙继续骚扰 这边两个小苦工到时候的话可以造点塔把这个框给占了是不是 剑胜和狼一起练集 现在把剑胜练到三级 三级之后后面骚扰能力也很强 先知 来买一组药膏不 买个净化药水 好 那灵瓜瓜的目标呢还是练五级啊 目标 非常坚定 到五级 什么塔 都是浮云 好 现在的话是五个 刀斧手 斧头帮 刀斧手 这个框要不要开呢 陈房也在升级当中 兽篮补了一个 后面的话补两根塔 那两个人家里都造点塔 牛头 大无敌 四点八级了 好 马上要到五级了啊 五级之后 灵瓜瓜告诉你 在我面前猥琐 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 好 对手的话出飞龙 到时候灵瓜瓜出点自爆 完美解决 剑胜 加狼 练集 就是想练三 把牛头 来 这个点练完到五级了啊 五级之后 牛头要宣布正式进攻 好 这一级的话双方各有心思 哎 这两个小口供等了一万年 怎么对手还不开矿呢 就等你开矿 然后造点塔 是吧 让你采不了钱 或者到时候自己买个比拟基地 把这个矿给偷了 好 九分钟 灵瓜瓜的牛头 终于到五级了 五级之后 五个刀斧手 配合五级牛头 出动啊 这边飞龙 五只飞龙 玩的确实 非常的猥琐 先知时务时 来你家里搞一下 然后自己家里通枪铁壁 继续补塔 把所有的盲点全部拨好塔 先知又装了进来 哎 健身的话 二级了啊 两个加五的公爪输出也可以 好 灵瓜瓜临走之前是插了个眼睛的 隐身单位 可以看见 接下来两英雄 就在灵瓜瓜家里 不走了 那灵瓜瓜表示 嗯 我就喜欢别人跟我对餐 五级牛头 啥也不怕 来 上来 都给 可以 他 在我面前玩猥琐 告诉你谁才是猥琐的祖师爷 那健身要回去防守一下吗 先知的话 慢慢蹭 这边牛头 三级冲击波 好 灵瓜瓜开始上嘴脸了 笑 嘿 给我玩猥琐 是吧 你 还把没弄斧 好嘞 灵瓜瓜家里已经开始出自爆了 这边飞龙已经开始行动 那灵瓜瓜转点自爆 是吧 这些塔在牛头面前 都是指 好 听说你还想修 来 牛头 可以 五根塔 拆了三根 还有两根 好 这边的话 有尖刺 有尖刺的话 大计打上去会有反弹伤害 这边好 飞龙选择回家防守 毕竟这边飞龙有点搞不动 先知也回来了 这一波对手要守 看能不能守 哦呦 这先知的位置有点差 单纯的位置有点差 灰尘还是叫了 哎呀 对手稍微的有点乱了 有点乱了 单纯的位置非常的差 并又一个波 先知 哦呦呦呦 赶紧坐到里面去 身上的话 好像没有治疗药膏 只有净化药水 牛头等一下再一个波 直接把它送走 这一波 哦呦 一个波好 跑里面去了 小苦工 状态非常的差 牛头去追波 好 先知 扭个屁股走了 这一波灵瓜瓜 仅剩一个大技 一个牛头 飞龙这一波怎么处理呢 灵瓜瓜现在没有对空能力 不过自爆来了 两个自爆 看能不能赚几个啊 两个自爆 呦呦 一个 呦呦呦呦呦 这里忘了操作啊 好 这边是点大无敌去了 牛头点个大无敌 来来来 再杀一个 我到六级 哎呀 还差一丢丢金 差丢点金线值 再差九点金线值 呦呦 好 回程 那这一波拼完之后 牛头再过来 哎 好 对手知道 没得赢了啊 再打下去 只会让对手 更加的爽 是吧 你越挣扎 我越爽 好 韩国玩家 怒推游戏 我们恭喜 灵瓜瓜啊 大猥琐 是吧 他是专业的 都没了 他本来 是 是 谢谢大家